上午6點半 金融市長謝國良先生長江醫院對面站牌 針對如何疏解國道客運1815路線搭車人潮 聽取中處長提出了方案 國家新城這邊 就有中校東路的空車在尖峰時段的時候 就原先就有五班 那這一次呢我們就是協調 國光也非常的願意幫忙 會再增加中校縣再增加三到五輛的空車 變成八到十輛的空車 在上班尖峰的時候來走中校縣 1815路線因為從金山萬里一路行駛過來 到達長江醫院站時很多民眾搭不上車 市任府即集合國光客運及公路總局協調 將從15日起在尖峰上班時間加開車次 利用空車方式疏解國家新城 至長江醫院站搭行的通勤族 我們在9026的所謂分流的策略 跟我們要解決1815的南京線跟中校縣的策略是略有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要解決的還是長江醫院站的熱點 所以感謝國光在王處長的協調下原則上願意幫忙 所以會在我們這個國家新城的站這邊 或者是就是在這個國家新城這邊準備了一些空車在這邊等待 那等到尖峰時間開始的時候就會下來到這邊 那他就等於是只走賣金路這幾個站 這個富佑樂立 然後還有長江醫院站附近天下 而不用從金山外民一律走過來 所以他的差別點在這邊 而且是空車 長江醫院的這個住戶人口多 所以我們這邊會調整這個1815B 還有1813E跟1813H 從下禮拜一開始我們會再加密班次來服務乘客 市長謝國良一早也透過直播 向通勤族報告這項疏運方案 將在15日正式上路 隨後謝國良和交通處長一起搭乘1815前往台北 瞭解通勤族乘車的狀況 記者 黃燒民 金融報導